造成女性严重困扰的惊痛究竟是怎么引发的 嘉莲太平医疗网内科医师丁磊本周专业说明 有些人就比较易感 等一下以后我们会讲到一些忧郁症教育 有体制性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生活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压力比较大 饮食上的一些习惯那也会影响 那再来就是说你的schedule 你的生活的条例 对对对 至于该如何减缓生理疼痛 嘉莲太平医疗网内科医师丁磊也有详细解答 有时候喝点多喝点热水 做点热敷电 喝点比较热的姜茶 它会让血液循环 特别是子宫内膜 盆腔的血液循环 它的收缩不要那么的 它不要收缩 它收紧它就不下来 这是子宫内膜内层剥落的一个过程 那你如果希望它能够剥落的比较通畅的话 它就下来了 下来我们所有的情绪这些东西就不见了 都好了 而财富人身单元本周特别请到范允集团专家 介绍三合一房地产与金融 我们呢就是可以 这个一战式呢 三合一就是不光这个房产经济 你的贷款 甚至房屋汽车的保险 通通可以帮它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帮它解决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奖量化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欢迎观众锁定